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區面積廣達十幾公頃 開發條件地上泉有七十年 每年土地租金四千萬元 開發權利金要價七十一億 被外界認為成本過高 是進度停滯不前住因 我是覺得說就要趕快開發 像現在這樣子雜草剩那麼多的話 對這個環境的品質不是很好 有聽說啦 但是就一直支持沒有消息 現在這裡又沒什麼花店 廢地一片也拖累了近期 公開飆售的台北港特定區 十二筆土地 一千多公頃全都流標 當初的規劃藍圖受到質疑 新北市政府甚至想利用交通 把人流帶進巴黎 於是興建了淡江大橋 預計在2024年完工 淡江大橋已經動工 從淡水到巴黎路程 約縮短十五公里 可以省下二十五分鐘車程 還有未定的巴黎輕軌 但企業界仍然不看好 會帶動買氣 技能不成熟變成說 如果今天要飆售這一塊土地的廠商 它必須要付出更大的成本 然後能夠預期的回收的效益 可能也是有限 八仙城報也是原因之一 讓娛樂專用區前途未明 導致招標案 法人問津 三一新聞 謝忻仲 李正道 溫華 尋青 新北市報道